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现在生活当中有美食家 有的人写自我介绍 自传说这个人的兴趣爱好 爱旅游 爱美食 出家我爱美食 出家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我也是很爱美食 不会觉得这个爱美食有什么错 但事实上呢 慢慢随着随着增长 对这个修行的深入 就知道对这个食物的贪注 实际上是很深的一种烦恼 我们生活当中 早期呢我们有个鱼肉就不得了了 那一年四季小的时候 我们没有什么大鱼大肉 过年吃一下就不错了 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的吃法 有的烹饪方法都匪夷所思的 虾要活着吃 还有就是非常残忍的一些做法 实际上是人的对食物的贪注 已经没有任何的节制 它就不再往极限上去发展 我就不再这讲了 大家知道有很多非常残忍的烹饪方法 实际上人吃饱了就可以了嘛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残忍的去对待动物 就是因为我们内心有贪贪的 它觉得这样可以满足一下自己食物的欲望 事实上呢 就满足不了了 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我们对食物的这种贪然也是挺疯狂的 你看那个火锅 越辣能不能更辣 我们对食物的追求是没有底线的 总希望它越刺激越好 越疯狂越好 出家以后生活很清淡 像在生活当中啊 那种大吃大喝的很少了 所以就把很多这个心感就放在食物上 有时候吃那个菜包子 就觉得吃不够 能吃到七八个 吃得非常成 还有一次到外面吃那个素食 因为它做得非常好吃 一方面是为了不浪费 另一方面就是自己的那个贪心 并吃到第二天早上不能吃饭 当天晚上吃的 第二天早上都不能吃饭 乃至第二天中午都不能吃饭 对食物的那种贪着 当我们对食物的贪着的解决的方案呢 跟前面一样 就是我们先认识到贪心 而不是心先扑在这个食物上 去判断它 好吃还是不好吃 比如说很多食物 色 香味 俱全 我们先不去判断它 不去追逐这个食物 到底好吃不好吃 先看到我们的心 对它的贪然生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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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